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听到我的心事了 姐姐 你可要等我呀 她怎么会懂得吹奏这首曲子 敢问公子 你怎么会吹奏天涯恨呢 昨天晚上 你是不是在徐府做客 姑娘 请问你和洛阳方家到底有何关联 你可是方家的亲友 家俩人逮住 押回徐府 走 王爷 带那两名仪人 臣参见皇上 参见皇上 不知者 何来之罪啊 靖王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昨夜皇上离去之后 徐大人不幸遇死身亡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想不到徐清大人大喜之日 竟会遭此恨祸 但更不幸的是 徐大人的幼子徐安 在清晨时分发现中毒神亡 是不是同一个人所为 臣已派人搜捕 但到现在没有发现 徐安是在清晨的时候遇害的吗 不错 政客证明天色未亮 就在山头遇见这位姑娘 她是清白的 既然有皇上为你作证 姑娘当然可以摆脱嫌疑 徐府先后梁启明案牵连姑娘 本王实在抱歉 来人 先送姑娘回去 是 不必了 王爷 您也节安顺便 祝您早日请到真凶 皇上 王爷 曹明告退 这个皇帝 是推翻我们远世皇朝的贼子 是杀害姐姐的仇人 我不能就此放过她 不能愧对姐姐在天之夜 没想到仇人近在眼前 我却没有下手的机会 复仇 并不是承认仇人那么简单 否则当年勾剑也不必握心肠胆 任由夫柴肆意凌辱 十年教训 十年生据 才得大业 我是不是也要等上十年 真不知道我是否有着耐心 姑娘 你刚才不是问我 徐姬那老贼的事吗 当天 我听到你被求入书房之后 我便趁人不觉黑衣蒙面 打算暗中保护你 当我窥探之内 借你正以宝剑刺杀徐济 随后便晕雪昏倒不省人事 我打算潜入厨房 营救你的时候 姑娘 姑娘 发现徐姬那狗贼并未死 于是 我补了一箭 后来 我听到外头有脚步伸过来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 帮你洗脱罪名 我就把你的凶器拿走了 我故意把凶器丢在徐府门外 好制造六有刺客的假象 让他们以为 真正的凶手 就是我这个黑衣蒙面人 姑娘 我若不制造假象 你恐怕 早就已经杀人铁命了 季夕 我这条命又是你救回来的 只要姑娘你安然无恙 季夕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也万死不辞 季夕 姑娘你试想一下 刚才若是你真的行伺伪地 侥幸得手的话 那各地虎视眈眈之徒 必定蜂拥而出 争夺天下 民风会大乱 到时候战祸连连 姑娘 这样的行事 既不利于元氏复国 也不是你所想看到的 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姑娘 你一定要铭记在心 我明白了 这个仇 不只是我一人之仇 而是国家之仇 季夕 我答应你 为了天下百姓 为了元氏的列祖列宗 为了姐姐 我从此以后 再也不会任性妄为 无人无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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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